中國經濟有沒有在崩潰 我們是打問號 但是很多證據看起來 現在很不尋常 包括現在看到很多人 被退休 被卸任 那麼之前還有這個 那個傳說說被跌倒 海航的創辦人 我們現在在國外就是 就不見了 那之前是說這個要民進國退 現在又變成國進民退 這些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請老王 已經曾經講過一句話 說如果中國需要我 我隨時可以奉獻 他的確就是理清他這些話 所以你就知道 在中國討生活 是不容易一件事情 我問你一件事情 就一個豬圈裡養了三隻小豬 突然大哥被抓走了 你覺得二哥跟三弟會開心嗎 趕快也跑啊 沒錯 鐵定是開心不起來的 因為豬養肥了就算拿來殺了 所以現在中國大家都常常在消 現在就開始殺豬了 怎麼樣殺豬 把這些企業養肥了之後 開始國家力量要進去了 像馬英就被退休 所以先自己殺自己 對 你看說被跌倒 其實馬英前陣子有 被癌症 全家一家大小都傳出被癌症 你知道嗎 真的 就全家大小都癌症 所以人家要你得癌症 你當然就是得癌症 那還有這個 這個是馬化騰 為什麼他只是一個 把他子公司的法替代表人員 執行董事 就暫時請 就暫時離開 接任 會把他 人家要把他放大那麼大 因為一個重要動機 我們知道這樣互聯網的市值 阿里巴巴是第一名 大概四千多億美元 第二名是誰 就是馬化騰的騰訊 所以首部都已經被處理了 當然 微信多少人在用 對 沒錯 如果你要掌握 中國要掌握資訊的話 微信當然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這個馬化騰它就第二可 那比如說百度 李彥宏 他其實他目前是只有300多億 他暫時可以喘一口氣 所以剛才講到那個 它不夠大 不用喘 手部綁 其實現在中國人不喜歡上手部綁 因為越上面越容易 就是那隻豬 所以大家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最新的流傳 這是聯想那些事情 所以大家都很注意這些大老闆的動態 連想都不要想了 也要一向被卸任 你就是國家需要你 就是要奉獻出來 這是他的這個想法 這樣經過這麼多的分證 其實人家就會說那是不是在中國 現在是最近國進民退 也就是所謂的公私合營 其實這個 因為他們就馬上出來澄清 其實這是一個好事 不是所謂的什麼國進民退 就想告訴大家 最近杭州市政府已經宣佈 他要隨機抽樣100家的名氣 大型名氣派遣政府的官員進去 幹嘛 協助你 協助 講的話就協助 這是有公文是真的進去了 所以你說這個國進民退 大概是目前現在的一個進行式 可是之前都希望是跟我們台灣一樣 盡量私私營化 民營化對不對 線上是不是走後退的路 當然這跟 當然前面看那幾個人 就是我們常常講 才去人安樂 命保住比較開心 不然賺那麼多錢 沒有機會好好享受 怎麼成呢 現在這樣做 對 所以只能這樣 所以他們要進來 你不可能說NO 你要就是奉獻出去 所以這是目前中國的企業 大型的企業 遇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OK 所以再代表講 剛剛講因為中國很缺錢 這等於也是 民間企業養大之後 載來錢自己再拿來調度國庫 就像阿里巴巴支付寶 在馬林宣布 去年說他想要卸任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被收歸國有 就被銀沿收走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收歸國庫的動作 OK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要開始退回計畫經濟 現在中國大陸一個大變局 對這些企業的收編 逐漸變成國有化 這個叫國有化過程 他在為計畫經濟做準備 現在要退回計畫經濟 這也是等於權力再把它掌控起來 但是問題是 國企的素質有這麼好嗎 可以管理這麼多民企嗎 可以這麼多國進民退嗎 其實這個事情 從08年開始已經慢慢再發生了 也是08年開始 你看到其實中國的經濟數據 其實慢慢變得沒有這麼好 老實說 如果大家是讀這種 現代的經濟學的話 大家都會覺得 民間企業的效率 應該都會比國有企業好 一般都這麼認為 但是也許它也不只是這種 經濟考量 也許也有這種 權力上面的考量 這個是貿易戰打下來 中共已經知道會撐不住 所以將來的對策 是回到計畫經濟 所以這個是貿易戰之下 中共心裡有數會撐不住 好 我們另外來看 台灣在這裡面角色是扮演 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知名的日本學者松田康伯 他最近接受滿多訪問 他就提到一個關鍵點 他說其實以後我們不能夠 再想靠著中國賺錢了 不要想說一直靠中國賺錢 你認同這個觀點 幫我們舉牌好不好 你覺得他講的有道理嗎 他說中聯貿易現在情勢變了 時代改變了 Yes 五票全權通過 為什麼 因為現在 等於全世界不只日本 美國跟中國你要選一個 對 如果你選中國 美國就把你踢出去 因為美國這邊還是比較大 所以大家後來想一想 算一算 還是選擇美國這邊 中美的話是選美國 老師的觀點是這樣 我們請老王跟大家來分析一下 台商 台商過去這麼多人 都是靠中國賺錢 接下來不行嗎 現在還很多人在做中國夢 想說中國14億人口 去那邊做做生意 你覺得怎麼樣 你可以看下去 這個我們在中國最多的 就是我們電子業所謂的製造業 尤其是組裝 包括鴻海 營業達 人寶 之後過去常常在中國了 你看鴻海最近 毛利率跟盈利都創六計新低 叫我提醒大家 他在中國投資是不是很大一部分 今年的上半年 完全沒有再投資 中國任何一毛錢 沒有再賄賂金額了 所以你就知道 他是不是看到了什麼東西 我們郭董是不是看到了什麼 包括營業達 過去任列這麼多 現在只剩下 今年上半年只剩下1.69 還有這個人寶也是 任列 人家還變成虧損 原本是賺錢 現在變成虧損 所以我們這個 你就會說他以前是人力的 就是人力成本低 其實就對這些產業來說 現在就不是一個優勢了 因為客稅真的 關稅差很多 很多美國的客戶 都已經跟他們發出信件說 請你們搬廠 簽廠了 這進行當中 所以很多科技業 現在出逃是一個進行式 我們分不同產業 剛剛科技業 我們再講這個傳統產業 傳統產業像台坡上半年 虧損了10.59億 中國虧損就佔了5億 這麼多你知道 為什麼台坡是做平板玻璃 平板以前就中國房市很好的時候 平板不會大量使用 現在就代表房市賣不好 其實中國房市不只香 中國房市也很大問題 所以造成玻璃 整個台坡平板賣不好 還不是往下點 還有最有名的東風玉璃 就是我們講的 納智杰在中國大幅虧損 公司在年初的時候 說要賣1萬台 現在根據這些統計 大概賣幾百台而已 為什麼虧這麼多 就是可能民眾不買到 我剛才講的中國車是面 消費緊縮 20年來最大逆風 車市 再加上特利 之前新聞也超好很大 家居的用品 應該要逛街買買吧 它已經關了十幾間店了 所以你說這個傳產 在中國有好處嗎 好像現在也開始面臨到逆風 再來講一個 那總要吃東西吧 民以食為天 你講對了 人家說中國人十四億 再餓都要吃東西啊 隨便一人一杯飲料 你就發大財對不對 來 所以來看一下 有嗎 漢蘭美食 在西安同時 所以其實虧損 漢蘭美食在台灣很夯耶 他排隊 他在那邊虧了六千多 還結束營業 美食KY在 因為西安不對啦 兵馬用怎麼吃 對 你有道理 那美食KY是 你看美食KY 這個上半年 任地也只剩下3.8 而且有些企業 還承認這所謂的 九二共識嘛 所以你看你承認九二共識 其實你的 虧損也沒起來 中國還是不買單 再來看這個衛權 去年年齡6.5億 今年上半年只剩1.95億 這是食品大廠 所以你說相對的內需 你說真的中國就是 人多就是能讓你賺錢 其實就打算一個大大的 因為消費力正在往下跑 OK 這些中概股是不是都要小心 所以很多中概股都往 都個東南亞 比如我們小英的南向政策 還有回來台灣 台灣 我上次的談話 台灣的資本投資今年是 黃金交叉 贏過我們中國 所以你看 我們簡單舉例 簡單舉例一張股票叫 這一張股票叫豐翔 我不是讓大家去買 只是舉例 它過去 你看它的資產占比 在越南的占比 資產占比高達90% 但它從頭到尾都不去靠中國 它就往東南向 它在新南向見舉 所以你看 它在2015年 股價只有48.5% 到目前的股價 已經來到162.5% 你反觀我們的海哥 鴻海 過去大本營都在中國 現在股價在哪邊 所以就是很明顯的對比 離開中國賺更多了 賺更多 所以現在什麼越南概念股 印尼概念股就是這樣來 就是這樣來 沒錯 這個中國經濟禮貌豐富 我們繼續來觀察 當然希望台灣越來越好 謝謝各位 那麼下個禮拜的 財經週日趴 歡迎你繼續來跟我們開趴囉 拜拜